相当于两颗原子弹的威力规模6.7的大地震重创了台南 小企传到美国让许多的侨胞都非常的不舍 决定由南加州的大洛杉矶台湾会馆领头 要联合15个侨团共同发起捐款赠灾行动 善款将会直接的交给台南市政府 希望为灾区带来一份海外的温暖 从空拍画面可以看到原本17层高的大楼整栋倒塌 现场满目窗移不说 还有许多警销人员冒险深入瓦砾残骸 搜寻受灾民众 海外侨胞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赶忙发起救灾募款马上就有回响 我们已经有认捐到将近2万美金 那希望能够什么炮砖引玉 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地捐款 那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未来的路是很难走的 南家侨领们低头默哀 向遭遇不幸的同胞表达深深的哀思 为了帮助活下来的人积极重建 大洛杉矶台湾会馆特别设立赠灾专门账户 鼓励海外侨胞捐款重建家园 呼吁海外的侨胞台侨大家能够捐款 然后捐给台南这些宅民们 那如果在洛杉矶还是在美国 你们可以寄到我们洛杉矶台湾会馆 那我们会百分之百把你们的捐款 全数转回去给台南的市政府 强调乡亲们的捐款台湾会馆都会一一开具 抵税收据 同时把善款全数转交给台南市政府 不会经过其他单位更不会收取手续费 保证善款全数送到灾区最需要的地方 呼吁有心捐款的美国侨胞 打电话到台湾会馆 台南加油 台南加油 东森新闻未宽 唐孟维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